欢迎收看凤凰说 今年以来演艺圈已爆发了许多事件 郑爽的带运气氧事件 吴亦凡的拐骗幼女事件 加上这几年不少得心有亏的艺人 被封杀的明星不在少数 许多观众好奇 这些艺人的作品统统不能播 有些斥资更高达上亿人民币 该怎么办 今天凤凰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过去那些封杀艺人的作品都如何处理 由于中国广电总局 不允许劣迹艺人的作品播出 因此投资方想出了几种办法 第一 直接删掉剧情 第二 找人全部重拍 第三 AI换脸 柯震东和房组民在2014年 被北京警方抓到 细食了不该细的东西 从此长期被列在封杀名单 当时柯震东参与的电影《小时代》 这一系列堪称是小成本 创造大票房的成功作品 柯震东一直扮演着富二代雇员 让他名气水涨船高 被封杀后 最后一集的出场画面遭到大量删除 顶多是出现侧脸或是背影 再不然就是指纹其身 不见其人 画面单单剩下和他对话的人 让剧情的连贯性大受影响 因为同样问题被封杀的王学斌和陈建斌主演的电影《一个勺子》 王学斌饰演的大头哥戏份吃重和陈建斌有多场精彩的对手戏 为了在中国上映删去长达八分钟的戏份 王学斌出现的镜头大多没有正脸 全程用后脑勺在演戏 在许多对话场面只能看到陈建斌的脸 第二种解决方式 找人全部重拍 王学斌的另一部作品《大秦帝国之崛起》 由于《大秦帝国》系列过去堪称经典神作 剧组决定很下心 请行家动代替王学斌全面重拍 王学斌扮演的白起 戏份总计239分钟 花费了10个月 重拍了1000多场戏 动用了4个世效团队进行合成 由于确实是下了苦工 豆瓣获得8.5的高分 但是仔细看 还是看得出合成的痕迹 且让片方耗费巨资 作品又偷了两年才上映 同样惨烈的还有《桌腰记》 柯震东单纲的男一号戏份非常多 只能轻紧勃然全面重拍 这部戏有许多特效 制作成本高达2.8亿人民币 片方重拍忍痛再砸7000万元 虽然播出时间错过了春节档期 却反而在暑期档大受欢迎 最终斩获了超过24亿人民币的票房 成为当年度票房冠军 算是因祸得福 至于柯震东主演的电影 改编自九把刀小说的《打喷嚏》 因为不打算重拍 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上映 虽然房祖明也是被封杀的一员 但是有些戏剧全是有播出的 2015年的电影《倒是下山》中 房祖明明显的在电影中出现 且戏份还不少 很多地方看得出来那就是房祖明 有一些小片段因为剧情关系 却实用了变脸 当房祖明爆出丑闻时 此片正在拍摄 不知道是否因此调整了剧情 或是趁着封杀范围还不明确时 赶紧上映 但是隔年的贺岁片《铁道飞虎》 房祖明的戏份更是不少 让许多观众怀疑 是不是靠着爸爸成龙的背景 才有例外 第三种解决方式 《AI换脸》 范冰冰的《八清传》也是惨陪的一部 这部戏的主演是范冰冰和高云祥 先使高云祥在澳洲发生了性丑闻 当时范冰冰赶紧找了自己的男友李成 用AI换脸剃掉高云祥 却没想到最后连自己都扯上了逃税事件 成了封杀艺人 总不能一部戏男女主演都用AI换脸 而这部戏拍完至今 已经花了6000万人民币在整改 看来注定是播出无望 范冰冰参与的电影《绝机2》 也是改片名为《冷血狂艳》 大幅删减范冰冰戏份 并用AI换脸 整成一个从来没看过的面容 曾仗着自己是明星 大闹高铁站而被拘留的刘璐 由于对警察出言不逊 后来被逮捕 最后搞得演艺失业全毁 他在赵露丝和郑雁成主演的《3000压砂》中 有一些戏份 最后也只能AI换脸 但脖子超级长显得非常不自然 连《3000压砂》的官方账号 都发文告诉观众可以跳过 并哭求靠谱的皮图软件 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 为了让效果好 片方应该花钱重拍才对 但光是AI换脸就非常昂贵了 每分钟大约1.5万至3万人民币不等 好一点的技术 5万10万人民币都有可能 《3000压砂》光是为了帮轻轻换脸 就花费了近300万人民币 像是知名的玩命关头 为了弥补死去的保罗沃克的戏份 换脸后置就花费了高达5000万美元 不过玩命关头7的票房 高达15亿美元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新人演员 童卓 因为在一次的网络直播中 自曝曾未造应届生身份参加高考 最后面临了学历被撤销 演艺事业全会 他在成小主演的了不起的额科医生 尽头被AI换脸成另一位男演员 李欢 由于是后制的合成效果 看得出来有些古怪 和这名演员有对手戏的场面 就像是P图贴上去般的不自然 两个演员的正脸 也常常无法出现在同一个画面 因为吸食了不该吸的东西 而成为劣迹艺人的高虎 他在电影烈日灼星中 虽然戏份和台词不多 但是和几位主演 邓超、郭涛关联密切 后来用脸部技术处理 让高虎长得不太像高虎 好在最后电影十分成功 横扫不少权威奖项 资深演员赵立新 不但会演戏 还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 然而却因为曾经在微博上发出 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 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 并且烧掉故宫 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 这个疑问是探讨 让他算是被封杀 他在光荣时代被AI换联成了皇制中 身体和脸部分别属于不同人 出演的风声更被压了好几年 后来剧组找来了周一维代替他补拍 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 有些戏剧整改后成功播出 但是却有更多的戏无法重见天日 吴亦凡在今年出世以后 最受关注的代播剧 就是原本预定在今年暑假开播的青三行 女主是当红小花养子 因此非常受到期待 网络开始传出 可能用AI换联来合成 并且向中了眉眼和吴亦凡有些神似 21岁的男星陈飞宇 不过陈飞宇已经通过公司否认 想想也是不太可能 陈飞宇虽是新人 却是大导演陈凯歌的儿子 过去作品也多是男一号 一般愿意被换联合成的 大多是名气较小的演员 青三行又是腾讯主导的大剧 若是用合成的方式 想必收视也会大受影响 因此重新拍摄似乎更有可能 网络也传出 肖战、邓伦、徐凯都在名单之列 不过这几位明星的名气也很大 是否愿意接手这样的戏 恐怕还有待商劝 肖战和杨子今年已有余生请多指教代播 邓伦则是过去和杨子合作过 香蜜沉沉进入双大受欢迎 让许多观众敲碗想看两人再次合作 徐凯则属于百搭型的演员 合作的对象从年轻的白鹿 到资深的杨蜜都有 青三行的成本高达三亿元人民币 突然面临停播也让片方非常头痛 目前看来很有可能会全部打掉重拍 在年初被封杀的郑爽 之前也称得上是90后女星的一线 拍好尚未播出的戏就有好几部 搭档人气韩星李中硕的翡翠恋人 这部在2016年就拍好的戏 当时是因为献韩令无法播出 苦等到现在想趁松绑有望时推出 这在今年女一号郑爽又出了问题 男女主不可能同时换脸 除非重拍不然肯定是播出无望 翡翠恋人制作成本剧报道 超过2.2亿人民币 郑爽和佟大伟主演的动作谍战剧绝密者 既然是谍战剧一定有不少动作戏 动作戏要用AI换脸难度大概是比天还高 因此很可能就是不播了 郑爽和侯明浩主演的倩女幽魂 又名只问今生脸苍鸣 由于单纲的是女主戏份非常多 要AI换脸成本也是很高 不过网路上也有传闻 已经有专业的AI公司 以正爽过去的作品 美人私房菜中的片段 做了换脸的范例给片方参考 只是若换了脸效果大打折扣 这部戏大概也卖不了太好的价钱 网路上也盛传想找彭小冉AI换脸 刘亦菲和景博然主演的南烟斋笔录 算是很强大的阵容了 也因为赵立新饰演的男二号戏份实在太多 至今都还在处理 无法播出 杨密陆寒主演的《我是证人》 本来找了王学斌来演警察 好在发生事件的当下是在开拍前 立马撤换了演员 改由王景春演出 逃过一劫 因为婚内出轨的吴秀波 同样有两部戏不能播 无名侦探和渴望生活 只是相较于一些卖脸的偶像剧 吴秀波的主打就是他的演技 加上又是男一号 是绝难用换脸取代的 恐怕只能慢慢的等待结束风沙的那一天 被风沙艺人耽误的戏还有 李小璐和蒋敬夫 你这么爱我 我可要当真了 一个出轨一个家暴 注定无望 插足他人婚姻的姚迪 主演的《从爱情到幸福》 高云翔参演的《惊天月雷》 探歌《不婚》 还有更多更多都只能放水流 让片方遭受了巨大的亏损 因此片方也逐渐采取签订违约条款 道德条款 来保障自身权益 只是大牌的艺人未必肯签 而真的出事后 能不能打官司取得赔偿 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也有业界提出 希望中国广电总局 能够明白列出封杀期间 以及过后作品能够再度播放 免得让一位累积艺人的犯错 把整部戏和公司都拖下水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 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